TOTO TOTO RANZAM 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之武王的頻道 我是KKL,好久沒見了 雖然家用版的And Beyond就已經出了兩個月 但大家最期待的一定就是DLC有什麼新機 但就在我們觀望有什麼VS2的機會出做DLC 日本就已經宣佈推出 Extreme Forces II Cross Boost 難道就要好像And Beyond出家用那樣 等足四年那麼遙遠呢? 一直以來,要將街機的遊戲在家上實現 主要都是要等遊戲開發商對主機或者電腦進行移植 除非某些很老舊的街機遊戲 都已經不會再在外面找到那些 要懷舊一下就唯有去找模擬器來玩 主要原因就是早期街機遊戲所使用的平台 和主流玩家所使用的平台完全是兩樣東西 而更濕烈,大廠Sega、Lamco、Kolami和Taito 都將自己推出的街機遊戲轉換成電腦大版之後 就更加容易在自己的電腦上玩到 例如主流的音樂遊戲都已經幾乎全部被破解了 甚至有些廠特別會為每隻音樂遊戲推出的專屬控制器 就是為了給一群發燒友去重現街機一樣的手感 街機的破解在現今網絡技術發達之下 客客和破解人員都已經有不少平台給他們交流 在這裡我先戴頭盔 今次片段就會以學術和現況分享的角度出發 所以不會有任何街機遊戲和相關破解的連結給大家 所以大家都不要問我seed or mother 本人都呼籲大家要玩就請支持正版了 其實早幾年前就已經有客客 將整份街機EXPS的Mass ZBoost遊戲內容 丟了上Deep Web論壇 不過由於And Beyond 或者以前的EXPS 都是用Lamco System 357去運行 而這個System 357的架構和PS3是一樣的 但即使你手上有完整的街機版EXPS數據 你都沒有一部機可以運行到 除非你可以搞到System 357回來 如果用PS3去運行 即使我被你Wood了 你怎樣用當前PS3的XMB操作系統 去正確引導遊戲載入呢 都是一門難題 從EXPS2開始 整隻遊戲除了換了引擎之外 主機版都由Lamco System 357 升級到Lamco System BNA1 今次的升級就好像由PS3升級到PS4一樣 由Sell架構轉換成X86架構 沒錯 就是和你電腦一樣的X86架構 講到這裡大家都已經猜到我想說什麼 就是 EXPS2是絕對有可能在自己電腦上玩到的 但也不要這麼開心 因為要實現到這件事 是有不少難題要解決的 首先我們看看Lamco System BNA1的配置 認識一點點電腦的朋友都知道 i5-6500已經是4年前的中階CPU 現在你買一部RTRABO 根據省電版i7或i5 它的性能都不會輸給它 而顯示卡都只不過是屬於中階的水平 黃金1000元有找 8GB RAM在現今的世界下都只是文書機的標準配置 但如果整體性能和PS4比較的話 結果就會很殘酷 CPU上面 System BNA1的i5-6500 基本上大幅拋離PS4的Jagra CPU 性能相差近4-5倍 而GPU上面 System BNA1的GTX1050Ti 它的3D性能都是PS4的1.5倍左右 即使PS4 Pro的GPU性能是比System BNA1強 但它的CPU依然比它弱 其實街機主板的性能這麼多年來 都不會強過家用版太多 原因都是為了日後移植到家用版做考慮點 題外話 2017年的街機版電車高 為了應付3個畫面輸出 它的GPU就直接上到GTX1080 剩下就是Windows 10 IoT 和最後兩項保安的配置 首先 Windows 10 IoT其實就是Windows 10的簡化版 本身這個OS大多數都是提供給店鋪收穩的POS機 或者銀行提款機用 因為這些機器一開啟之後 就只會行一個程式 就跟EXVS2一樣 它用不著完整的Windows 10內容 所以選擇IoT版可以折散成本 而Sentinel HL Max USB Dongle 就像大家都有的USB手指一樣 遊戲運行之前 就會檢查一下這個手指 有沒有插在電腦上才會讓它運行 而Windows Gable Locker 就是對整個SSD內所有的數據進行加密 即是說 就算如果有人在機店裏做手腳 橄欄將EXVS2機台中的SSD插回家讀 它都沒辦法讀到裡面的數據 硬加不用說 遊戲還需要插上USB Dongle才讓你走 雖然是既接近又遙遠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 正所謂度高一尺 魔高一丈 SSD加密還沒得拿出來抄檔 Hello 那我是不是可以開著手機一路馬上抄呢? 你要USB Dongle你才讓你走 抄完出來 我將遊戲的引導路徑 改到不需要用USB Dongle去檢查 其實以上的方法 都是我APP出來的可能性 大家就不要當真了 最後 如果大家有留意日本Yahoo拍賣的話 每當新版的EXVS推出之後 舊版的HDD和USB Dongle 都會被人丟到日本拍賣 那是不是代表著EXVS2 都會以同樣的方式被人丟到拍賣呢?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啦